广东的桥热裂了,桥面拱起变形地面能煎鸡蛋 中央气象台诱发高温预警 近日,受高温天气影响,广东汕头的一座小桥热到开裂 桥面拱起变形,车辆无法通行,目前正封桥抢修 广东持续高温,户外地面热到可以煎鸡蛋 据广东天气15日消息,预计未来三天 广东省大部炎热天气维持 有较大范围的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 部分视线可达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对于近段时间的高温,官方也是提醒大家 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准备 截至今天15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第10天发布高温预警 既起三天,南方的高温范围依然很大,强度依然很强 其中今天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沿江地区 浙江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预计16日开始,四川盆地高温将有望减弱 将这户一带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8日 而江南南部地区将一直热到月底 省会及城市中,杭州、长沙、福州高温频繁的状态 至少持续到20日,且不乏37摄氏度以上的暑热 其中,福州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将持续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 不仅白天热,晚上还要继续争 福州、杭州最低气温也可达29到30摄氏度 比东北大部地区白天还要热 6月1日至7月12日 在大陆高压和西太平洋附热带高压系统的控制下 四川盆地到江南等地持续高温 全国共有71个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总体来说,今年的高温事件开始时间偏早 截至目前,高温影响范围和单战最高气温仅次于2017年 已经超过2013年和2003年 看这规律,尾浩逢三年份都是高温啊 近日,浙江杭州遇高温天气 由网友购买活虾从菜场拎回家后 竟然发现被热熟了三只 对此,由网友表示 都不用动手,就熟了天气过于炎热等等 据报道,中央气象台今日六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7月15日白天 陕西南部、华北东部、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 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其中,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大部、湖南中北部、江西、浙江、福建大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39摄 湿度,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沿江地区、浙江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据悉,6月13日以来 我国出现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过程 高温事件目前已连续30天 覆盖国土面积达520.1万平方公里 影响超9亿人 高温天气来临 还要警惕热射病 这是最严重的一类中暑 正常人的体温一般是在37摄氏度左右 此时人体的细胞能够正常发挥生理功能 但如果超过40.5摄氏度 超过了细胞的耐受性 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甚至危及生命